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供法大成后 每次出手皆携带龙象俱利 众与千金 一般人无可抵挡 这里解释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密宗是什么 密宗就是指藏传佛教 它是大成佛教的一种分支 因为佛教是唯一最讲求平等教育的宗教 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密宗就是西藏周边对佛教的一种教法而已 诸如中原 其实也有类似的禅宗 净土宗等教法 密宗跟中土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修行方法上 中土大多留有类似武功秘籍等存在 而密宗的修行则依赖上师口耳相传 咱们接着来说功法 根据书中的记载 龙象不惹弓这门密宗神功洗练非常困难 如果不是资质过人的天才 平常人就算练一辈子 练到七八层已经万幸 到九层十层的几乎没有 而原著中 金伦法王从最开始出场 去中原抢武林盟主之位 到被杨过搅局 无奈返回中原后顿回藏地 仅十余年苦练 就把功法冲到第十层关爱 其实当时看这段剧情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金庸老先生究竟是不是在 有意挖苦藏僧 大家想想 书里所谓的天才金伦法王 练十几年练到十层 然后再回到中原 可以跟周伯通或者伊登 单打独斗略战上风 但面对二人联手就不行 也就是说 龙象波惹弓练到第十层 实力差不多超出五绝一点点 但不是非常明显 但金庸为啥刻意要写上一句 密宗一堆高僧练一辈子 都达不到七八层 不会是单纯为了 突出金伦天才吧 对比来看 我发现金老这就是在说 蒙古人江湖高手数量少啊 你看这不练功练到老死 也才七层八层嘛 难怪郭靖聚守襄阳城 蒙古大军会久攻不下 感情蒙古除了底层兵士 比宋兵更骁勇之外 高端战力只有金伦一人 反观中原武林却是群雄并起 一线实力的有武爵 郭靖黄荣杨过小龙女等 次一点的还有马玉秋楚姬 可见若论江湖实力 蒙古比之中原 差之原矣 说到这里 对龙象波者弓的弓法强度 我们应该大致清楚了 第十层的龙象波者弓 威力差不多比武爵实力略高一线 那么前面阿浪所说的弊端 又是什么呢 两个前提条件 树立形容龙象波者弓炼至十层时 发招有十龙十项之力 炼至十三层时 发招有十三龙十三项之力 也就是说龙象波者弓每提升一层 就多一龙一项之力 我们假定 这每一个一龙一项之力的量级相同 那么龙象波者弓的弊端就很明显了 树立表示 龙象波者弓的席炼 难度是成倍增长的 比如第一层 就算是个傻子 也能在一到两年炼成 而第二层则要花三到四年 第三层七到八年 以此类推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龙象波者弓的席炼难度是指数递增的 而功法威力却是累加递增的 因为这种差别 这门功法的席炼者 不可避免的就会面临一个 精力分配价值衰减的问题 举个例子 书里已经写明了 十层功力龙象波者弓 力达千金 那么我们可以假定 每层龙象波者弓是一百精力 这时候 如果一个书里描写的所谓下鱼之人 去炼龙象波者弓 开始花费一到两年 炼成第一层 得到一龙一象 等于一百精力 第二层花费三到四年 得到二龙二象 等于两百精力 以此类推 到第十层 需要花费一千零二十四年 得到十龙十象 等于一千精力 第一层到第二层 多花两年时间 得到额外一百精力 转化率是每年五十斤 第九层到第十层 多花五百多年时间 得到额外一百精力 转化率变成每年零点二斤 可见 这门武功的精力分配价值 衰减的有多严重 我甚至不禁在想 也许这种极具衰减的 精力分配价值 才是书里提到那些 炼龙象波者弓的高僧 会发疯的根本原因吧 大家想想 以前一年修炼 顶限在十年 甚至百年 造成的落差感该有多大呀 长久在这种 基本看不到效果的 修炼环境下 人不疯才怪 有人可能会觉得 几百精力和几千精力 感觉差别不大 好像也不太厉害的样子 那是不是代表 龙象波者弓很垃圾 其实不是的 十层功力 龙象波者弓 不比五角弱 这点咱们已经提到了 咱们再从现在的对比一下 拳皇泰森 应该没人不知道吧 数据显示 他的权重 大概在150到200公斤之内 我相信 如果说泰森 可以随意一拳 打死一个健壮成年人 应该没人觉得不对 那么书里描述的 十龙十象 有千精俱力 是泰森权重的两倍之多 大家想想 这是什么概念 当然 阿浪这只是一个 理论化的推演 并不一定书里 写千精俱力 就表示它等于一千精力 并且 其实不管是对于 武侠里的其他任何武功 还是现实中 都是有这种 所谓的精力分配价值 衰减的问题存在的 只不过 轻重程度不一样而已 每一个武功 或者说每个项目 最初的静静都会很快 但是越到后面 肯定路就越走越窄 到最后 往往就是抠细节 把一切细节做到极致 这样的话 这个武功或者项目 也就无限趋近于完美了 注意 阿浪这里刻意忽略了内力 金伦十六年前 没练龙象布尔弓的时候 内力已经足以让 郭靖后退三步 讨论内力意义不大 所以 咱们的论述 单纯从攻法效用上说明 龙象布尔弓的效果 类似于一种身体强化buff 当然 它的强化 需要耗费内力支撑 不过这个内力消耗 书里没有明确表明 这里就不多做讨论 咱们先来总结一下 龙象布尔弓的设定层面 因为其上限太高 导致这个衰减过程太快 需要分配的精力过多 所以 它虽然理论上有13层 但基本没人能练成 因为从金伦的角度出发 16年时间 练至第10层 已经是极限 想进阶第11层 就算是他 也要说一句 再求静静 此生已属无望 可见 要想把龙象布尔弓 练至13层 除了悟性 资质 还得寿命够长 但我估计 即使我们把张三丰喊过来 从小开始练 有生之年 能否练到第13层 都很难说 说到这里 我想龙象布尔弓的 最大弊端 已经很明显了 这种功法 根本不是光靠 勤学苦练能练成的 郭敬学 降龙十八掌那一套 如果搬到龙象布尔弓上 无疑是死路一条 龙象布尔弓 是一种下限很低 但是上限极高的武功 习练者 不仅要拥有 极高的悟性资质 还对心境要求极高 虽得耐得住寂寞 非高僧不可练 不然练到中间 非把自己避风不可 不愧是密宗 无上护法神功 非真佛 不能达巅峰也 说实话 这玩意儿 根本就不是给人练的 可能乾坤大挪 一大成后的张无忌 有点机会 但其他人 想练到十三层 想都别想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咱们下一期再见